哈喽大家好,我是康東sofa 今天這部片呢,單純給各位看一下我練等的日常 雖然挺無聊的,因為等級才600多等而已 就順便小聊一下吧 現在都是使用我的轉圈圈刀法 無損換血 不用這個方法練等不行啊 我的技能點數幾乎都全部點在箭上面了 防禦的點數點的非常非常的少啊 所以我的生命非常非常非常的低 幾百多而已 所以被怪物砍到兩三下 我就要躺平了 我真的直接躺平 只是說真的說真的 這樣練等確實蠻累的 要非常專注 真的要非常專注 好像把Bloodfruit完成魂系列的遊戲 絕對不能被怪物打到 這完全是在折磨自己吧 雖然很累很折磨 但確實這樣的玩法挺有趣的 看到這些怪物都有搞耍 就能慢慢撫平我的痛苦 我這個人好像有點怪呢 可憐啊 呵呵呵呵呵呵 這個遊戲啊 我目前玩的時數真的還算蠻低的 所以沒有特別了解到這個遊戲到底在幹嘛 因為我一到這遊戲啊 我就跟著這個指引 瘋狂練等 我只練等 我什麼都不顧了 我就把等級衝上來 我有稍微爬過一些文啊 所以我有拿一些武裝色的霸氣 不過也就這樣而已啦 呵呵呵呵呵 我只拿了武裝色霸氣 還有劍文色霸氣我沒有拿 這個等我之後再去拿一下吧 目前我的計畫就是先把等級升高 嗯 好像就這樣而已耶 呵呵呵 還沒有什麼想法 如果有什麼建議的話 呃 可以跟我說一下喔 拜託拜託拜託了 不過之後啊 等我練到700等 前往惡海的時候 我就不要這麼辛苦的練等了 我就要放進這個轉圈圈刀法 放個無情的練等機器 搞出一套最簡單練等的方法 然後我要放空的打怪 嘿嘿嘿 我要直接放空 當個頹廢的人啊 好爽好爽好爽喔 這邊先祈禱一下 我們先祈禱一下 希望我可以抽到一個不錯用的果實啊 或是商店有賣我需要的果實 那些果實有庫存 我就可以直接買了 或許或許到後面 我就可以不用這個三刀流了 我甚至可以不用刀 我不想用刀了 改成拳頭 然後配上果實的能力 這可能 可能才是個標配吧 或許這才是最正確的玩法 也說不定喔 我之前也抽了蠻多果實的 可是 可是我抽到果實 確實都蠻爛的耶 我有去查一下那些果實 到底CP值高不高 結果結果 我抽到果實都是 完全沒有人在用的 或是不太適合新手用的 所以就把那些果實 直接丟到大海裡面了 哈哈哈哈哈哈 目前 目前我最想要果實 還是那個大佛果實 聽說大佛果實 是對新手來說最無敵的 我也有稍微看過那個大佛果實的影片 我最後只有一個感想 無敵了吧 真的是無敵了吧 所以啊 所以啊 到時候希望我可以拿到大佛果實 到二海我就可以輕鬆的練等 當個頹廢的練等機器 好爽 這樣也真的很爽 哈哈哈哈哈哈 影片的最後啊 就是我與這個地方 BOSS佛朗基戰鬥的過程啊 各位就慢慢欣賞吧 看一下我的瘋狂轉圈圈刀法 最後的英姿 真的是最後的英姿啊 欸 塑 制作的 超人的 被描 減 得 成功 低 在 高 好 打败 i know yo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